亮仔 大家好 我是张 一个朋友喜欢亮仔 现在时间的话 我快下午1点了 刚醒来 睡到自然醒 昨天晚上团高上面买了点东西吧 准备下去拿了 买了点东西 买了个鱼头 今天准备弄个鱼头吃吧 买了点蚊香水 土豆粉 现在快下午1点了 今天的温度确实凉快 天气一暴没暴错 今天最高19度 这火的温度 快下午1点了 只有16度 床外套 舒服得很 每日下雨的时候 过这个地方都很难过 刚才差点摔倒了很滑 没办法了 给大家看看 我这个鞋一脚踩进水里 还好踩到了没有淹到 这个鞋 防水还可以 之前买的 现在外面是 萌萌细雨 我现在非常享受这种天气 因为太凉快了 你看这个小山包 这个溢镜 下过雨还是蛮好看的 我特别喜欢下雨的这种溢镜 下过雨的时候 哇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 我的天呐 这个上下坡是真不好停车 坡度有点大 又来这里拿一下团购 多多买菜啊 今天有风啊 大风车终于转了 这个完全是靠天吃饭的 这边来了一个人呢 这边是干嘛的 应该是上厕所的吧 你看这个样子像是上厕所 看这个天气吧 这边的一个风景 38米的大砍刀 奇怪了 那人怎么这么久还没走啊 应该是生产奥的给了 今天这个光线 差得很 这是买的东西了 酸多土豆粉 冰箱 冰箱只买了一小盒 不能买多了 因为现在还没有摸蚊子 拿了备用的 青菜用来煮面吃 主要是这个鱼头嘛 这个鱼头的话 一斤吧 这个9块9 应该是冰冻的 香菜 准了一点蒜 生姜 姜蒜的 从没有买 一根数据线 这个才5块钱 这个是那个蚊香盒吧 被用的 马上就蚊子了 来买了一条纸巾 外面还一箱水 那车还没走 那个人到底在干嘛呀 鬼鬼祟祟的 这个是蒜 剥一下 哎呀这个不懂怎么包的 搞不懂 不好搞 应该是切开包的 嗯 这点大蒜应该差不多 不想包了 这个东西不太好包 把这个生姜先这样剥一下皮吧 就再给它切成条 切大一点 我这个人不喜欢 呃吃这个姜蒜的 姜蒜只是作为一种调料而已 这地方50克的小米辣吧 这小米辣就够了 我特意按照那个量买的 很多东西都是按照最小量 这小米辣多拿一点吧 长短都不一样 这点应该差不多了吧 整一点香菜 我从来没有弄过鱼头啊 我这个鱼头不小9块9 12个月3月25号生产了 看来是可以 这个还算是比较新鲜的 看一下吧 这个鱼头 哇 可以啊弄了一下的 那只要划上几刀应该就可以了 看吧我直接把东西移到外面了 就是还有一点水旁边 不管了 看吧我还有血迹 看着还可以啊 这个还处理过 弄的还比较干净了 这个应该要改一下 割一下吧 这么大一个鱼头 这个碗都放不下 好吧 只能这样放了 用水给它冲一下吧 哇这个鱼处理的还可以啊 这个鱼还挺新鲜的 还看起来可以 没有想象那么糟糕 起锅烧油 搞里头 直接把这个下下去 没有多余的碗放了 直接烤个鱼吧 乱着煎了 那个葱的话没有买 买了点姜片 跟这个 断 这应该也好吃 差不多了 把这个鱼头直接搞里头 我靠 这怎么找 这个加点水进去算了 给它炖一下 这个施展不开啊 太大了 没地方放这个鱼 直接放里面 整一点生抽进去 给它翻个面吧 天哪翻翻都不好翻了 我靠 不会吧 一下就煮烂了 这太 这一下煮烂了 不会吧 不管了 有风了 外面 整点小香香进去 这下就应该香一点了 这个太不精煮了 好香 来点脑粗吧 我靠多了吧 倒一点盐进去 应该差不多了 撒点香菜进去 嗯 这应该就差不多了 煮的太烂了 你看吧 这个是最嫩的部分 这个绝对好吃 先试一下味道吧 嗯 皮签的 煮的油分感觉还不够 弄一下煮食吧 整点青菜 煮食的话 就吃一包这个泡面吧 嗯 先把调料拿出来 把这个油放进去吧 直接把这个泡面上里头 就放点盐进去 这个放一点到里面吧 这个鱼感觉盐没放够 你看吧 这包调料的话 它有那个豆子 我这个人不吃豆子的 这包就不放了 兄弟们开饭咯 这天天的 哎呀 差点掉地上了 嗯 看一下这锅鱼吧 真太远了能看清吗 嗯 就可以 刚才加了一点泡面的那个 椒盐吧 还好一点了 这个比较厚颜了 而且我很少吃鱼的 我这个人 跟他说了很多次了 因为吃鱼太累了 真的 这个吃 很危险 小时候很喜欢吃鱼的 然后被那个 刺啊 砍过喉咙很多次 后面都不能吃 就是 就是最嫩的部分吧 嗯 这部分 最好吃 就是鱼眼睛 挺好吃的 然后处理的还可以 嗯 有人说这个团锅上面那个东西质量太差 那个菜 嗯 你看一下什么菜 如果是猪肉牛之类的话 那确实质量差 呃你像蔬菜 还好水果的话质量也不高 蔬菜还行 今天这个鱼的话还行 他不是那种冰冻了很多年的 还好 还是比较鲜的 吃鱼的感觉 看这个鱼架 看这个鱼架 哇 这个这个里面这个东西好吃 哎 哇 太暖烂的 你看看这个泡 就是 像鼻涕一样的东西 这个很好吃 还是挺鲜的 我现在很少吃鱼的原因 还有就是因为这个 尿酸含量比较高 这种鲜 容易升高尿酸的 今天的话就 早餐弄一下吧 就直接正餐了 因为如果吃个早餐再弄的话 肯定要等到晚上天黑 那关键不好 还拿进来看吧 两边都有点逆光啊 哎 看着看不清 哪远的菜看不到 如果那个特别小的那个凳子 20厘米的凳子好一点 嗯 在这个里面啊 嗯 就是 嗯 你一个月能搞个 6000块吧 在这里肯定是每只只的消费低 我两三天才买一只菜 今天消费60 60多 还好 不行 吃太多了 这里面这个东西 真的 这个东西最好吃的 很嫩 眼睛这个部分 这条没多少 要一弄的话 就鱼头 差不多刚好吃 刚够吃吧 嗯 可以 现在也保存不了多久了 能够越来越高 还是 水点这个蔬菜了 能够搭配 到这里面确实住着踏实 就习惯了 晚睡晚起 快天亮了才睡 我这个坐骑我跟大家说过了 很久 去年就说过了 不适合 长途流浪 流浪的话很累 嗯 我现在特别喜欢下雨啊 因为我现在没骑车 没跑长途 没骑长途嘛 在这个房子里面 你下不下雨 跟我不影响 我最近买个菜的时候淋下雨 但是也耽误不了多久 下雨的话凉快吧 主要是 就喜欢这个野鱼 广东那边呢 现在下雨也热 这边海拔高了 山东啊 看嘛这个鱼头已经不多了 真的挺好吃的 这样挺鲜的 它比较本身的味道吧 也不腥了 我感觉没什么腥味 一顿就会吃完 我最喜欢吃的部分就是鱼头嘛 这个就比较鲜了 这部位是很好吃的 带那个皮 今天很凉快 但是光线很差 房间里面都需要打灯 哎呀没办法 特别暗了今天 有人问我为什么 你做什么肉都不 去腥了 没必要 因为腥不行 只要不影响味道就行了 习惯了 哇 那个面包车终于走了 我还没干嘛的 这个房间 这边本来原本是更新的 你看 这不是有人搞破坏吗 把线扯掉了或者干嘛的 搞破坏了 本来更新的这边 没办法了 哇 这个水搬上来了 这个地方24瓶了 16块 这个地方应该能吃几天 喝几天 太舒服了 今天最高温度 19度嘛 15到19度 最高19度 太舒服了 这个温度真的是 有实力都买不到的温度 比开空调还舒服 快享受了 昨天冲凉之后感觉睡的挺清爽的 不然的话今天就不想冲凉了 还好昨天冲了 因为今天气温比较凉快 昨天就比较热 我现在很喜欢下雨 你下雨的话气温就舒服 哎 就说这么多 三天三四天没来人了 挺好的 今天又是奥迪给的一天 好